心裡我永遠不老的 雖然我今年83了 我還不老 還是很年輕 10歲82 我都說我是28歲 拿自己的年齡開玩笑 博得滿滿掌聲 83歲的金馬影后陳淑芳 難得亮相 心情挺不錯 最近疫情升溫 公費疫苗再開放第8類 65歲以上長者施打 淑芳阿姨也被問到 是否會接種 先給一些人打吧 我覺得我們自己先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不一定要先打我們 我們那些工作比較 勞苦的在前一線那些人 趕快先打 說要把疫苗留給更需要的人 因此暫時不施打 最近有不少藝人陸續接種 像是歌手賴明瑋 前陣子才在新加坡 結束演出返回台灣隔離 他也去打了疫苗 5號下午接種AZ疫苗第一劑 他在粉絲團報平安 說暫時沒疫狀 不過隔天他發文說到大賣場 借廁所 體溫37.8度 警鈴大座引起大家關注 起床後有點胃寒 粉絲也要他多多休息 至於美籍華裔女星白玲 也透露5號下午在美國 接種第二劑新冠肺炎疫苗 晚上睡覺發高燒到39度 伴隨全身疼痛 折騰了一個晚上 但這些似乎是無法避免的副作用 其實不少明星像是蕭敬騰 楊成林等人 平凡往返台路兩地工作 還有不久之前 從新加坡返台的林俊傑 如果接種疫苗 就能縮短檢疫期 也能省下不少時間 TVBS新聞小汉文神簡 還有的哦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